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边的圆球跌落 将右边的圆球弹起 力度和高度是没有改变过的 这个就叫做能量守行定律 这个情况跟中文有点相似 我们上八点半旁 我们会说上八半旁 那点去了哪里呢 去了外回家中间那点 那一点始终是那一点 来来去去都是没有变过的 冰川教授 起床先吧 有个名人失踪了 失踪的问题不是物理学的问题 我没兴趣回答 但他是很出名的语言学家欧阳博士 听闻他有很多仇家 可能已经被人套了麻包袋 然后就… 你都觉得他差不理他 差? 有意思 何摩斯罗尔 粤语华人差野 差字的意思是源于 渣子的渣字 因为渣子是指物质除去精华之后 所剩下的部分 例如 謝渣、豆腐渣 后来引申为人渣 即是社会的败类 除了渣子 我们还有渣子 譬如说 你这个渣子 数字这么浅都不懂 真是渣子 除了说人很渣之外 我们也可以说他很糞 很弱 很亏 很鸡 很鸡 和很水皮 顺带一提 很亏即是神亏 理亏 都是一些负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渣字 是绝对不适合形容 和瀟灾堂的欧阳博士 但是你所谓瀟灾堂的欧阳博士 留下了一本笔记 他又写着 禅制医院 医院禅制 禅制医子 不知道什么都好 但最重要的是 写错字 禅制有三点水 麻烦你多读些书 智商禅弱的女警长 禅弱的禅制是没有三点水的 禅的意思是解狹窄 说文解字这么说 禅制也 后来认真解做虚弱衰弱 例如禅弱 禅制在陆游的诗歌里也出现过 历禅气吕心自知 望取虚名有蠶色 有趣的是 懦弱无能的君王 我们叫禅王 广东话就说 懦弱无能的儿子 叫做禅仔 例如 最禅仔的女警就是你 禅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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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仔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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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近的小孩 想什么呀 嘩 冰川教授,你終於出現了 沒錯,就是我收藏歐陽博士的 我們想得這麼辛苦,他竟然自己爆 看你頭髮蓬鬆,面清口唇白,穿著睡衣到街走 難道你就是筆記所寫的… 禪仔? 錯,他是歐陽博士的助手,強仔 差那麼遠? 是歐陽博士安排他來引我們出來的 Banchen教授果然厲害 這次歐陽博士利用這本筆記簿來引你來找我 想不到你真的找到 你把白仔拿出來,我好像很沒用 不如你不再說吧,歐陽博士在哪裡 如果Banchen教授可以說出強、勁、聰、聰、聰 這四個字有什麼不同,我就告訴你 這四個字我們經常都用的 這個意思大家都很清楚,是表示表現高、能力高的意思 但意思相似用法是否必然呢?答案是否定的 沒錯,每個字都可以用作為語 例如,B今天很勁、很強、很厲害、很棒 四個一道 但是你們用作定語形容人物情況就不同了 強、勁、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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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人 我们可否说备人呢?原来这个备字是不能作定语形容人物的 其他三个就可以,用作补语形容事件的结果又行不行呢? 譬如水弹蒸得很备,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水弹蒸得很强,水弹蒸得很厉害,我们又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从语法上来说,强、厉害、备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 Bang Tuan监授,你这样也能答到? 他一声就走了,到最后都没问过欧阳博士在哪里 强仔刚才问的问题有个强字 即是暗示欧阳博士已经在强国里面,回去拿护照 又飞了 什么这么老的 先补装 看你鞋疾疾,一点弹性也没有 蛤? 这么多看得出吗? 唉,看见你肝成这样,整块牛肉肝成这样 喂,你很老啊,你知不知道有些东西就算是真的 你不能说出猴子的嘛,你都是女人 你知不知道这么好强? 你很激动啊 我只是说一块牛扒而已,真的很老嘛 哈哈,是的,很老 我只是说一块老字的吗? 煎牛扒要锁肉汁真是千古难题 坊间谋传过这么多种方法,都不知道哪样才对 最近有人说煎完牛扒之后,坦是十分五分钟就可以锁肉汁 究竟是是是非呢? 很不错 学是要非,明必是非 珈其,你怕老了 我煎牛扒 蛤,我不和你的孩子计较 我煎牛扒不知枯虜了多少男人的心 你看过 来 是 品陣我會用網上流傳的方法 用大火煎牛扒 期間不停反轉它 直至煎完位置 假期就用普通方法 中火慢慢煎 看看有什麼不同 你怎麼有噱噱聲 因為我會用大火煎它 然後不斷反 我可以鎖住肉汁 不斷反 是否把肉汁都反出來 是錯 我是鎖住肉汁 我現在就是鎖住 不要鎖住 我已經要反 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 你看 我用大火煎它 看出牛扒的表面香脆 好像有個保護層包著肉汁 至於假期那塊 賣相就差很遠 還好像在漏出肉汁 我這塊也可以 你那個要等 那先試這個 最重要有肉汁 在我牛扒休息的時候 我們隔著透明膠板 用腳大力踩假期那塊 看看會有多少肉汁擠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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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 它裡面不生了 我踩變成一張紙 你明白嗎 嘩 血水多一倒 嘩 嘩 血跡斑斑 我不行 嘩 茄汁多一倒 好激 多少 12毫升 嘩 好 我的牛排休息了五分鐘 效果又是怎樣 這次也是隔著透明膠板踩下去 我預備好了 嘩 嘩 嘩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摺 和我聽不到聲音沒有 和我歌相差很遠 你這個有沒有效果 這個什麼都沒有 因為鎖在裡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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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個 藥膜由三毫升 我贏 我贏 我現在不是多些肉汁 但我是鎖住多些肉汁 究竟怎麼算的 問立方博士先 有請方麗影博士出場 其實牛排 肉汁鎖緊 鎖緊 鎖得不緊 牽涉到牛排本身補水的靈力 某種類的牛排 正常 我未煎之前 牛排 本身的水分含量很高 有七成半以上 用油來煎牛排的時候 油溫是非常之高的 高溫的情況下 就會將牛排 旁邊的肉 就開始 就預熱了 就是delation delation的過程裡面 於是我們的牛排 就由生變成熟 熟的過程裡面 其實由於高溫 所以裡面的水分 就會往外滲透 去到中間的位置 外面的溫度高 而裡面的溫度 其實還是很低溫的 某情況下 當我們在靜止 給它休息 五分鐘裡面 牛排裡面的肉的溫度 從外而內 由高溫 百幾度 開始慢慢慢慢 轉移到牛排的中心位置 令到溫度提升 等於我們很多時候吃牛排 要多少成熟呢 於是剛剛熟的位置 去到五十五至六十度之間的位置 剛剛熟 亦都能夠最好將水分鎖緊 相反 假如我們沒有做到五分鐘的休息給它 於是很快 煎完之後馬上吃 其實溫度的相差很大 外面熟 而裡面其實還未熟透 所以都鎖不緊水分 即是證明到用大火煎牛排之後 將它靜止五分鐘 可以利用靜低的熱力滲透入去 牛排的中心位置就會慢慢煮熟 這樣就可以鎖到肉汁了 美麗牛排 完成 谷物早餐很多鐵 多到攝石都攝得到 待會兒告訴你 吃了什麼下肚子 看一下 去看 吃了 你 吃了 吃了 谢谢大家